地府游记 据称有一位居士 他拥有通灵的能力 而且他还去过 阴曹地府游览过 并且详细地 记录了人死了之后 进入阴间的过程 根据这位居士所称 望人去到阴间 必须要经过13个站 那他所描述的13个站 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跟这位居士去走一趟 先由第一站开始 这个地方就是土地庙 每一个地区都有一间土地庙 居士说 他所见的土地庙 感觉就好像电视机里面的 衙门一样 古色古香 中间还有一张 红色的案台 桌上有一本 本地的湖政策 记载着本地的山川河流 人口畜生 人缘多少等等 正所谓 一方水土就养一方人 一方土地就保一方人 一个灵魂的出生和死亡 都必须要经过土地庙 土地虽然职位是低点 但是没有人敢冲撞他 他更加是天下各堂口 和神界之间的一个沟通重要事者 当有人扬秀以进 欣兵就会带着这个欧云牌 和这个批庙 压着亡人去到土地庙那里通关 土地公公就会打开本地的户政策 进行这个核实 如果这个亡人是本地人士 又确实到他受众正寻的话 土地公公就会在批票上 给一个土地公公的大印 就通往阴间的了 在土地公公 神案的两边 有两个通道 一个就是通往西天极乐世界的光明大道 另一个就是前往阴曹地虎的黄泉路 一个关口光明万丈 另外一个关口七刻无比 任兵压着鬼魂化着阴风 踏上黄泉路了 换个呆路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回也可以 by bwd6